研读经典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波热智慧 自大学时期基础佛学 对佛教当中所说的世界被感兴趣 而在经典里所富含的各种智慧 也让张信坤在学佛这条路上 能获得更多的启发 而在艺术创作上也预含深深的产意 对于自信内省的方面 也有自己深刻的体会 那金刚经不是第一次和一次的内涵 其实生命的 年轻的生命跟它对接 其实它是沉沉重重 到现在已经30年了 所以到后来对佛法 或透过金刚经心经 还有各种经典的理解 其实它从有为讲到无为 讲到心性 讲到通透 讲到超越 讲到觉性 讲到当下这一念 那这一念的话 在我的展览主题里面 我就用了一直都在 像这样的题目 那一直都在 其实是残学的一种 学习的一种领会 和生活的领会 一个总和题 可是我们面对社会大众 有时候我们用太多的宗教术语 社会大众其实是不容易理解 遥不可及 甚至有点距离感 那我们必须要透过 理解之后把它转化成 生活的白话文 大家能共通 能够接近的语言 探索绝造自信 波尔智慧 极为自信智慧 常年学佛的经验 使得詹献坤 对经典中的理解 也能有自己一番的独到见解 对于自己灾难的主题 也特别明明为 一直都在 在当下的一念之间 极为永恒 佛法中的智慧经典 着实地运用在生活当中 十方新闻 杨预带的郭一文 高雄才访问到